日前摩根抵达北加州旧金山机场 搭乘轻轨电车前往机场租车后 就上高速往东开了一个半小时 抵达了这个离旧金山很近 但房价差很多的古老城市 加州的Stockton 这个城市曾经在2013年 因为政府经营不善及房市崩盘 导致城市破产 成为美国申请破产最大的一个城市 路上可以看到许多店面拉起铁门 就连曾经繁华的中国城 也毫无人烟 但Stockton贵为美国农业产值最高的 十大县市之一 地理位置优越 交通便利 所以近年来经济慢慢复苏 并保有着许多文化独特的景点 今天这支影片 就带大家在Stockton市区逛逛 首先摩根抵达了柬埔寨佛寺 摩根到的时候 整个园区没有人 连个工作人员都没见着 只见到90多尊手工雕刻的佛像 这些彩绘佛像 讲述了佛陀 以及柬埔寨人信仰的故事 最特别的是 这里有一尊15米长的卧佛 是柬埔寨佛寺的招牌 所以摩根一定要拍张照留念一下 但是可能因为天气太冷 总之摩根在这里逛得很冷 于是加快脚步 离开这柬埔寨佛寺前往下一个景点 摩根到了市区的Vectory Park 公园内的大湖 有各类鹅及鸭子栖息 这些鸭子跟鹅完全不怕生 甚至都敢随意下蛋 不怕被人捡走 另外还有爬到马路上迷路 被学生送回湖边的小龟龟 看这小龟龟着急跳下水的样子 让摩根觉得很有趣 公园内有个知名的哈金博物馆 这个博物馆是一所饱含着 艺术和历史的博物馆 坐落在一栋19世纪早期的红砖建筑内 旁边还有一个玫瑰花园 可惜摩根来的季节不对 一只玫瑰也没见着 但相信玫瑰盛开的时候一定很漂亮 在公园附近的太平洋大学 却是加州历史最悠久的大学 餐厅古墓和专期建筑 曾是多部好莱坞电影的取景点 其中包括印第安娜琼斯的系列电影 夺宝骑兵和水晶骷髏王国 都是在这里拍摩 摩根在学校吃了个5块钱的 墨西哥大卷饼之后 就到附近的步行街及购物商场 走走逛逛消消食 这里有许多古仆的商店 也有许多小酒馆及餐厅 经当地朋友介绍 摩根到了这间1950年开业的 运动酒吧兼爵士餐厅 这里除了美食及各式酒类之外 每周四还有固定举办的爵士之夜 餐厅都会请不同的爵士乐团来表演 让客人在享受美食的同时 还可以陶冶一下艺术气息 摩根在Stockton观光了两天 便前往旧金山 下支影片将带大家逛逛旧金山的旅游景点 记得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